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姐六 今天我们来尝试一下这个烤田螺 以前小的时候经常烤来吃的 其实烤来吃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吃法 看这个田螺 大不大 我们现在先要把它给清洗一下 然后再烤 先切一点紫苏 烤的不用太多了 就稍微放点调味就不行了 再拍一点姜 切一点酸辣椒 放点盐 放点花生酒 烧水的白糖 白糖不用太多 米酒 酱油 再加点蚝油 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可以开始上架烤了 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个田螺的口要朝上 它才不容易把它里面那些水可以烤出来 而且一定要非常慢火来烤 不能太猛火了 像这个呢 它熟了 以后就可以把上面这一块 给它掀掉 盖 盖 盖 给它掀掉 像这个呢 把水分烤干了 就可以把上面那一块给它掀掉 可以上这个 配料呢 好 好 开门 来 尝一尝 必须是很香很香的 烫 尝 开动我 还有闻 有口纸的没有啊 嗯 真的是大一张大一张啊 以前小的时候呢 我们搞这个连螺 都是把上面这一块掰开 然后呢 放一点盐巴进去 就这样烤出来 不像我们现在的话 那么多的配料 可我都想吃掉了 看 把这个调出来 哇 不得了啊 这个 嗯 真的是人间美味 吃的有点甜啊 吃的有点急 有点急 我吃了 我吃了 这个 是 不是 好 不 你